讲到有关几个练习题 152的 用所谓的资料剖析 再来有补充一个102的 就是计算到底 一个资料里面有几个数字 就是一个儲存歌里面有几个数字 然后有几个是非数字之外 我们也把里面的数字 英文中文把它全部分割开来 当然这部分可能会利用到 有关像内码 ASCII Code内码表的部分 不过其实也有同学问说 如果不用ASCII Code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用Extrin函数 用寻找 比如说比对 里面有没有0123 假设数字的话 你就比对一下 有没有0123456789 结果其实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 看每个人习惯 因为有些人对于内码 一下就没办法接受 看到ASCII Code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很困难 不过我觉得方法蛮多种的 解决问题 我觉得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个答案有时候可以 你可以想一个 可能比较适合你 或者是说你可以 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有讲到有关 就是那个体重 增减体重百分比的范例 我想这个部分回去可能 就是再看一下 就是有关这个部分 接下来的话 我们今天请各位 待会再开启 日期时间函数 日期时间函数里面的话 大概我想第一个 这个范例党 那什么日期时间 这里面包含哪些内容 其实它跟那个文字跟数字又不太一样 但是它其实它是一个数字 那只是说 为什么是一个数字 那数字里面怎么包含年月日 是相关讯息 甚至还有十分秒 也就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整数 它就是一个日期格式 如果它有小数点 就是时间 OK 那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 综合练习题里面 那这一题当然 综合练习里面 我如果今天希望产生 一到十二月份的一个年历 那这个年历的话 当然最好是可以向右向下 一整年就全部完成 不过要怎么样可以向右向下 那当然做这个年历之前 大概比如说2015 你可以把它改去2019 如果待会希望 帮我产生一个2019年的年历 最好是就是自动产生 做的动作越少越好 那里面当然可以用函数 也可以用VBA VBA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首先第一个 在还没讲这个年历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格式 各位可以看到 一般呢 在那个easell里面预设的 就是年月日用西元年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西元年改成 第一个民国年 第二个的话呢 斜线有没有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它改成点 第三个的话呢 月跟日本来没有补零 我希望补零 第四个的话 我如果今天希望 在那个日期后面呢 还会有个瓜壶 那这个瓜壶里面的话 那就是让我显示现在是周几的讯息 那要该怎么做 OK 所以第一个啦 待会各位可以想一下 那个日期时间里面的综合练习题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产生一个年历 所以这个产生年历的话呢 待会我们会讲 那里面可能会需要那函数 也会陆陆续跟各位说说明 那请各位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假设我今天希望这个格式产生的话 怎么做 那我们切到today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已经 那个today这个函数来做说明 第一个 我们插入一个日期时间函数 找到那个today ok today函数 按个确定 那当然你按确定 它没有任何引数 直接按确定 它会引 等于是会找到目前的那个年月日期 自动帮你产生 那不过呢 我如果今天再插入一个函数 假设我用另外一个函数叫no no函数 按个确定 你会想两个好像蛮接近的 不过你会发现出来怎么会一模一样 那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主要是在哪里呢 这个today 如果你今天把这两个格式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比如说我今天插入today跟now的话 那假如我今天把那个时间加进去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加什么 加那个 把它改成这个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改成时间 那你会发现 按确定之后 就会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点 第一个 你会发现 在那个什么 today的话 它后面就是十二点整 可是如果今天 now的话 它后面有一个什么 十分 其实秒也有 还有pm 都会显示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要取得 电脑的时间 日期的话 你可以用today 如果你要取得日期加上时间的话 那你一定要闹 如果你用today的话 它只会取得日期 不会取得时间 第二个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通用格式好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时候的话 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发生 它里面 如果你按右键 把它改成出格式的话 它里面居然变成什么 变成数字了 其实日期格式比较特殊 它其实在ecell里面 基本上 虽然你表面上看到年月日 但实际上它存在ecell里面 日期部分就是一个整数 有没有 你会发现today 43416 如果是有时间讯息的话 它会有小数点 也就是说 特别注意 在那个一个数字里面 前面是日期 后面是时间 那你会想说 这怎么会这么奇妙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根据官方说法 其实呢 43416是怎么来的 其实它可以跟那个 1900年的1月1号 相比较之下 那据官方说法是说 所以如果我1900年1月1号 按右键出的格式 假如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它就会是第一天 意思就是 如果今天 算从1900年1月1号 算起它就第一天 那一直往到现在为止 今天为止 已经经过了43416天 那也就是越未来的时间 越未来的日期 它数字越大 OK 第一个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也就是说 里面基本上记录的是一个 哪一天的讯息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计算 哪一天跟哪一天相差几天的话 很简单 但是哪一天跟哪一天相差几个月 或相差几年的话就比较麻烦 因为月的话 有大月小月 还有论月跟不是论月的相差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时间怎么解释 那其实时间的话 基本上一天就是24小时 所以如果后面小数点 就一个小时就1分之1 那应该不会整除 所以如果今天想要知道 时间的讯息的话 你可以先输入一个0 0的话就0乘12点 三个小时之后 等于是24分之3 也就是8分之1 8分之多少 0.125 125嘛 OK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0.125这个往下一拉到1的时候 每间隔 0.125 你可以把这个按右键出的隔式 再改成什么 时间的话 那你会发现 我把它改成AMPM这个 有没有 凌晨12点 是0 隔天的12点 就是1了 所以你会发现 里面的时间的部分 24小时就是刚好一天 没错 24小时一天 剩下来的 每三个小时就0.125了 那当然其他如果每一个小时 就会是刚好什么 刚好 就是三个小时就0.125 OK 大概会有这个概念 有这个概念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如果你对于这个清楚的话 以后要处理一些相关资料会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综合练习题看到的 民国年 点 各位数字补0 后面加州集 有四个讯息 我如果要把这个格式套用到哪里 套用到这里的话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不过 假设我今天要把它改民国年 第一个 日期 我们先改什么 西历部分改中华民国历 不过特别注意 全世界只有那个繁体中文版 才会有这个东西 像之前有同学 问我说 希望老师我电脑怎么没有 原来你是英文版 怎么会有 对 英文版哪会有这东西 日文版其他版都不会有 只有 台湾的繁体中文版 才会有 不知道香港的那个繁体中文 香港也是繁体中文 不过不晓得有没有 我是没试过 应该没有 没有用过那种版本 不过你在那个简体版里面 应该找不到 简体版里面不会有中华民国历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讲公园 他讲公园 公园就是西园 OK 那我们这边 第一个 把它改这个中华民国历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做出像民国年 然后殿 可是问题 你找一下 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完全一样的 如果未来 假如说那个格式里面 没有完全一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用修改的 就是你找一个接近的 再做修改 修改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选一个接近的 再把它制定一下 制定的方法 我们来看 按制定 改的方法 你会发现上面这一串 就是我们要改的 那不过有些不要删掉 前面我印象中 应该前面这个字 指的是民国年的叙述 如果你把它拿掉 越西越年 那一的话 指的是年 M的话 指的是月 顾名师弟 第一就是日 那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要的是民国年 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斜线改成点 那你其实可以这样 把斜线直接改点 OK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上面 对没错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 各位数字补零的话 记得 如果 两个 0 1 你就这边记得 把它改M M D的话就DD 那这个方法 我记得很多地方都适用 好像SS里面也是可以这样做 或者好像其他地方 设定格式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要 各位数字自动补零的话 MDD就可以 那最后的话 我们还希望你们 后面加个瓜糊 然后产生周期的话 那周期的话 我总不能说 我今天礼拜一 我再打个周一 日子一打 不行 那可是有什么样的 制定的一个公式 可以自动产生 那其实这边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打一个 三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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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周期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要四个A的话 你如果星期几的话 你就打四个A 有没有 星期几 三个A是周期 四个A是星期几 那不过我如果要周期的话 我就三个A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可以先切到那个日期 然后再把它做修改 日期的话 我刚刚是选一个接近的 点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自己在做修改 改的话就是 第一个把那个斜线改成点 第二个的话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小瓜糊 A 按确定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们就基本上改完了 不过你会想说 为什么 三个A是周期 四个A是星期几 其实很简单 你按右键存在格式 我刚刚讲过 有些格式如果没有 你可以自己先找一个接近的 比如说日期里面 西历里面就有星期几 跟周期 那你怎么知道背后里面是什么 你切到制定就知道了 有没有发现 AA OK 那另外的话 那个星期几的话就是 四个A 也就是说以后 假如说有些格式没有 但是你又需要 那又是好几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先制定一下 看一下里面格式 再把它拼凑在一起就OK了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产生类似像这样的格式 可以参考这边年历里面的 第一个就是把它改成这样子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 日期里面是一个数字 它主要是跟190年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2020年的东京奥运好了 那东京奥运是哪一天呢 2020的8月 8月1号 假设啦 OK 假如是这一天 因为那不是重点 我听说那个饭店已经都已经卖光了 你可能要去的话 也可能没有饭店可以住 除非说你可能住远一点 因为觉得新幹線其实还蛮快的 所以像我之前是 像住到哪里 住到仙台吧 仙台到东京好像也才一个多小时里 其实跟成田机场坐火车到东京市区 好像距离也差不多 所以有时候顺便可以住远一点再过来 不也是差不多 那东京倒数 怎么倒数 其实很简单啦 因为里面是一个数字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 未来的时间比较多 跟今天比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未来的时间 减掉今天日期 那你当然或者是可以点这边啦 或者你打个today也可以 不过today就要 today 要加小瓜糊 没有引数 OK Enter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回来怎么是一个怪怪的东西 有年月日 这个又不像一个时间 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很简单 我讲过 数字减数字 一定是数字 可是问题你现在是 什么 那个他有格式 所以他基本上日期减日期的格式 再把它改回按右键出现格式 改为通用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所以还有628天 因为距离2020年 大概还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你们在计算天数的时候是最简单 天减天改成通用格式或数字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取得月份跟取得年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 因为月份有至少四种 31 30 29 28 那你想说年年是不是都三百六十五吗 其实不是 还有论年 论年会多一天嘛 对 那所以其实不见得都OK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计算日的话OK 可是如果要计算月跟年的话 我是建议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函数 叫Dedif 这个Dedif基本上就可以帮我们算年跟月 天的话其实不用 天的话两个相减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请各位待会看一下Dedif 并且稍微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希望知道说 这个人的生日1972年的8月5号 那他的生实际上的年龄应该是几岁 所以你要把这个算完填到这里几个月 又几天要很精确 只是说年号很精确的话 你们计算 其实很简单的 关键就是在Dedif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呢 先把那个综合练习里面的那个格式 民国年加上那个就是点 各位数字 普林 然后后面周期 这部分先试试看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Today里面插入Today跟Now 大概了解一下就是 Today跟Now里面 两个函数的差异 再来的话呢 就是利用那个Today跟Now 帮我格式 成那个民国年 然后加周期的讯息 好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